第1018集 人杰可真多呀 林明站在悬崖上 感知随意一扫 便见识到了不少顶尖天尊传人籍的天才 魂界 无论面积还是高手 都比神域多了太多 这里的爵士天才数目 自然也比人族多了许多倍 这么多人杰聚集在一起 场面极为壮观 甚至有人在这里一待 就是十几年几十年 还有些人干脆在舵神山脉顺便修炼了 不过在舵神山脉修炼 并不是一个明智选择 因为这里的法则极为混乱 没有极高的悟性 无法理顺这些法则 魂族真强大 也许比圣族都强 林明不得不承认 人族跟魂族的实力差距太大 林明认为 魂族能够发展到如今的规模 恐怕跟圆梦宇宙有脱不开的关系 这是一个蕴含了无法想象财富的传承宝藏 神域在这方面望尘莫及 只是不知道 在某种程度上 能勉强跟魂族比肩的圣族 他们倚仗的又是什么呢 林明相信 没有无缘无故的强大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衰败 圣族屹立至今 依旧辉煌 定然有他的原因 在悬崖下方 漆黑深渊里不断有人影飞上悬崖 上来的人一个个脸色都有沮丧之意 疲惫无比 一些等候在悬崖上的仆人 不断涌上 把他们迎接下去 哎 血龙堂父堂主 当年是魂罗天主世界文明的绝世天骄啊 他的古灵貌似已经一千二百多岁了 没想到还在幻神灵芽下悟道呢 有人发现了顶级人物 虽然说这里古灵限定是三千 可实际上来悟道的 多半都是一千岁以下的 真正两三千岁的绝世天才 多半早就在刊台上尝试了不知道多少次 没必要在这浪费时间 毕竟舵神山脉的修炼效果很差 哎 那不是今日殿的完颜小主 今日殿中的绝代天骄 好一个俊杰啊 有人赞叹 即便在人节遍地的舵神山脉 如完颜小主这样级别的天才 也是少数 白玉红又一个天骄 一些人在窃窃私语 他们在议论那些从刊台上退下来的决定人物 幻神灵芽下的刊台 长久停留会魂力透支 必须得下来休息 这么多绝世人物 接二连三失败 然而却没有人意外什么 更没有人惋惜什么 因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事实上任你名头再大 任你天赋被吹得天上地下举世无双 也没有人相信你真能在刊台上悟出什么东西来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了 连魂后圣美当年都放弃了 被其他人悟到 那不开玩笑吗 魂后圣美那什么人呢 魂族没有任何悬念的年轻一代第一人 无论实力根据法则领悟公法传承都无人能及啊 魂后娘娘都失败了 我真怀疑这里的道是不是因为年代太过久远 已经消失了 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怀疑 事实上很多人心中早就有这想法了 魂后娘娘当年悟到多久 就在那人愤愤说话之时 一个求然大汉突然凑过来 嗡声嗡气的问道 这求然大汉便是林明 他甚至用脱胎换骨爵 模拟了魂族舞者的精神之海 让人们根本分不出他人族的身份 很多人白了林明一眼 绝世人节 修炼速度到了极致 完全超越自身苍老速度 哪怕两千多岁的时候 看上去也年纪轻轻的 可眼前的林明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如果是在凡人世界里边看到 人们多半以为这样卖猪肉的 这种人还来剁神山脉凑热闹 我说大叔 你这样的就别来凑热闹了 这剁神山脉本来就够挤的了 他们根本看不出林明的古灵 脱胎换骨爵的效果太真实了 我就是随便看看 不知道魂后娘娘当年悟到多久 林明又一次开口询问 这一点对他很关键 如果圣美悟到的时间很短的话 林明觉得希望还大一些 如果圣美悟了十年八年都没成功 林明就感觉太棘手了 他可耗不起这时间 很多人并不清楚林明的问题 而这个时候一个白袍青年开口道 一百零八天整 一个时辰不多 一个时辰不少 在这一百零八天中 魂后娘娘一共悟到七十二次 点亮第三魂海 白袍青年准确说出了这个数字 而所谓点亮第三魂海 林明却不懂什么意思 他在八角塔中 只是询问金色书页的消息 并没有询问舵神山脉的具体情况 林明看了一眼这个白袍青年 只见对方名谋后耻 气宇轩昂 一看就是大势力出身的人机 而且成就不低 一个天赋甚至超过了白瑶的人物 林明暗暗留心 浩宇天尊的弟子白瑶 对林明而言自然不算什么 可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超越的 哎呦 圣美娘娘果然厉害呀 一百零八天点亮第三魂海 有些人用十年都未必能点亮两颗 圣美娘娘怎么不继续参悟下去 也许能无头玄接啊 很多人并不知道圣美当年悟到的具体情况 纷纷询问 娘娘说过 第三魂海只是起步 后边的难度不可想象 即便是娘娘自己也没有半点信心 而且娘娘时间宝贵 有太多事情要做呀 说话的白袍青年对圣美似乎极为了解 让人忍不住询问 哎 这位兄台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好像亲耳听过似的 当然清楚了 我便是魂天圣地出身 怎能不知啊 我甚至见过魂后娘娘的真容 白袍青年这一番话说出来 犹如一颗石头沉入水中 一时间附近人都望过来 有些发懵 包括林明都愣了一下 这个白袍青年竟然是圣美所在的魂天圣地出身 而且还亲眼见过圣美 哎 我 我 我记得他了 这 这是魂天圣地核心弟子玉石圣 有人说到 肯定了白袍青年的身份 一时间 很多人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对方竟然出身圣美所在的圣地 如此俊杰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啊 哎 玉石兄啊 你是怎么见到魂后娘娘的 哎 玉石兄 你有没有见过魂后娘娘出手啊 他战斗的时候 什么样啊 很多人纷纷询问玉石圣 有些人甚至语气有些激动 圣美对魂族而言是毫无疑问的全民女神 整个魂族 不知道多少人崇拜圣美 这是发自内心的敬目 那些年轻俊杰 虽然对圣美仰慕到极致 但却不会生出半点不纯的想法 实在是圣美过于圣洁完美 让人不敢亵渎 玉石生似乎也是圣美的崇拜者 他带着轻微的优越感 开始给其他人讲述他见圣美的经过 眼看的兴致勃勃讲起来没完的时候 林明有点无语 他忍不住问道 哎 那个魂后娘娘现在在哪呢 他要见圣美 想知道个大概好有个方向 自己的话突然让人打断了 让玉石生眉头为重 看了一眼问话的人 竟是一个五大三粗土里土气的求然大汉 对玉石生这种自己长得名谋好齿 而且对别人长相也极为挑剔的人而言 就眼前这位这副尊容 长得跟那杀猪大叔差不多 自然不会让他产生任何好感 再加上打断自己的话 这印象分就更低了 甚至圣美被这种人崇拜 玉石生都心里边咯咬 你关心娘娘在哪做什么 你莫不是还想去见娘娘啊 林明摸了摸自己嘴角又黑又粗的大胡子 黑黑笑道 我就是好奇魂后娘娘所在地 这位小哥 你不会不知道吧 哼我自然知道你不必激我 魂后娘娘所在地告诉你也无妨 现在她在魂天圣地闭关 完成大转生术第七转 而且即将完成 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不过魂后娘娘的下落 你还是无需关心了 关心也没用 玉石生话中的不快 林明自然不会在意 让她微微心惊的是魂后圣美 终于要完成她大转生术第七转了 如此一来 她的实力毫无疑问会更进一步 不知道会达到何种境界 林明心中估算着自己在圣美面前能够拿出的底牌 她不得不承认 这次自己来谈判实在占了太大的脸势 这脸势是因为人族激弱而起 林明个人难以改变 魂后娘娘出关后 还会来圆梦宇宙吗 林明又一次开口了 玉石生不快道 魂后娘娘自然会来圆梦宇宙 这是魂族的试炼之地 不过你不要指望见魂后娘娘了 魂后娘娘去的地方 莫说是你 就算是我也根本去不了的 林明没理会魂师生的态度 又问道 不知道之前兄台所说 点亮第三魂海 这怎么回事啊 林明问出最后一个疑问 这不仅让魂师生皱眉 其他等着听圣美声平易事的崇拜者们 也对林明直翻白眼 不是这压废话也太多了 魂师生无语道 虽然大家都是来跺神山脉碰运气的 或者说只是来见识一下的 不过你好歹也之前弄清楚一些基本常识吧 这刊台上刻有魂海印记 五轴悟道越多 能点亮的魂海印记就越多 如果能全部点亮 便是悟道成功了 不过这也只是传说中的事 也只有上古时代有人成功过 与玉石生简单的交谈中 林明对所谓的悟道 有了很多了解 包括玉石生在内的其他舞者 虽然有些反感林明 但却并不会鄙视林明 虽然说林明怎么看都不像什么人杰 明显是凑热闹了 可他们又何尝不是啊 正所谓武士不孝百步 好也没什么意思 这堕神山脉的人 几乎都只是来见识一下传说中的 刊台武道 很少有人真的对自己信心满满 当然就算那些信心满满的人 最终收获的也只是满满的失望而已 眼看林明 向悬崖下边的看台飞去 这些人只调侃了几句 就对林明不再关心了 每年来堕神山脉的人 那不知道有多少 他们也许是绝世人节 也许是凡夫俗子 他们最终只是做了这里的过客 什么都没留下 林明踏风而行 迎面吹来薄薄的山间清风 夹杂着淡淡雾气 让林明有一种精神气爽的感觉 在这些灵雾的雾海下 有无数的高耸的勘台 这些勘台像是玉石打造 四四方方 棱角分明 勘台只有三尺剑方 但却有数千丈高 他们的刀切一般的石壁之上 铭刻着奇异的纹路 一根根笔直的扎根于大地 如同细长的图腾柱 林明很快就看到勘台之上 玉石生所描述的浑海印记 他像一片片的流云 硬刻在石壁上 十分美丽 这些流云 有的已经被点亮 象征着勘台盘作舞者的误导成绩 此时勘台虽然多 可舞者更多 每一块勘台都被人坐满了 林明耐心等待 不过他也没盲目等 而是将感知散发出去 找寻那些气息 有些紊乱的舞者 这种人多半没什么耐心了 也许他们下一刻就会离开 林明注意到一个紫衣女子 他额头生着一对玲珑的小脚 不知道是哪个种族 他的修为只有魂变气 是真正的小辈 年龄怕是比当年参加 神域第一会舞那兵梦 都没大多少 他有些受不了 误到勘台对魂力的透支 败退下来 林明眼急手快 身影一闪 立刻站住了紫衣少女 让出的勘台 因为林明体情壮硕 这一张三尺剑方的勘台 被他一下子坐满了 这顿时让其他等候多时的舞者直翻白眼啊 你 紫衣少女看向林明 看到一个五大三粗的球然大汉 一屁股坐在自己刚刚坐过 还留有体温的柱子上 少女翘脸为红啊 怎么了 林明摸着自己嘴角又黑又粗的胡子 紫衣少女说不出什么不是 只能作罢 他跺了跺脚 飞上了山崖 就这样 林明开始了他的悟道 勘台悟道 需要悟性 也需要运气 毕竟已经太久无人成功 甚至有人怀疑所谓的道已经改变了 林明也好奇 这里所悟的到底是什么道啊 林明开启八门盾甲开门 开门增加悟性 而且林明的开门非同一般 他是完美开启的 对林明悟性的提升幅度相当可怕 再加上林明在修罗路 精修修罗天书 对繁杂的修罗符文 和神文术的长久经验 都让林明的领悟力 达到了非人的境地 与此同时 林明还可以随时进入完美的悟道状态 他沉下心来 身体完全放空 三大武艺融合 在林明身后 一株菩提树缓缓长出 伸展着稀疏而翠绿的枝叶 在这仙道净土中 林明的心神平静的如一口古井 如此种种状态叠加起来 林明开始参悟勘台上的法则 勘台实注 原本应刻的符文 依次流经林明的魂海 林明感觉 自己身体似乎是一叶孤舟 长扬在法则的海洋中 一点一点的飘渡 这刊台上的法则 与圣典有相通之处 但却有许多不同 林明的眼界非同一般 他同时看过圣典和修罗天书 而舵神山脉刊台上的法则 与圣典一脉相成 甚至这里的气息 明明终于他体内的金色书液 相互呼应 与那书液的真意彼此叠加 为了以防万一 林明已将金色书液 融入自己的体内世界 如今他已感知深入书液中 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共鸣 就这样 林明静坐了一天 他发现 虽然躲神山脉不适合修炼 但如果仅仅用来参悟金色书液的话 却大有好处 慢慢的 林明对一幕偏金色书液的理解 越来越深刻 三天后 林明感觉自己魂海 似乎多了些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 他的魂海有了一丝改变 而后随着擦一声清响 在林明盘坐的勘台上 一抹流云闪耀起来 熠熠生辉 这是勘台上的魂海印记 现在被林明点亮了 哎 又有人有进展了 这么亮的光啊 少见呢 在这舵神山脉 每年都有不知多少人在悟道 点亮勘台上的魂海印记 根本不算什么 可是点亮魂海印记之后 能让他发出强光的 极为少见 光越强 证明舞者悟道的越彻底 潜力也就越大 此时林明坐下 勘台上所发出的光 虽然只是第一魂海 但却比其他点亮 三四个魂海的 勘台发出的光 还要强 谁啊这么厉害 很多人看向那座 勘台上盘坐的舞者 看清林明的样子后 很多人面露古怪之色 竟然是他 魂天圣地出身的玉石生 本来也在勘台上悟道 他看到林明那副尊容后 就觉得自己仿佛吃了一斤 绿豆营 是谁他都不奇怪 可怎么会是他呢 他明明不像什么人节 年纪也不小了 这种人物性高 开什么玩笑啊 玉石生看了看林明勘台上 几乎被他屁股给遮住 可却依旧绽放强光的魂海印记 在对比自己身前 三个光芒暗淡的魂海印记 玉石生就感觉自己的头上 仿佛有一万只乌鸦飞过 啊 啊 这怎么可能 这家伙长得像个卖猪肉的 他都比我强 他之前还问我点亮第三魂海 什么意思 搞得像是第一次来剁神山脉似的 他装的吧 玉石生为之气节 他不信林明是第一回来剁神山脉 他很快定下心神 用心悟道 被林明这等大书籍的人物超过 他此时的心情很不爽 小姐 看到了 那头上长着一对 玲珑小脚的紫衣少女 小嘴微微撅起 有些不服气 林明坐的勘台 本来是他的 他悟到的时候 光芒很暗 到了林明那大屁股下边 却一个劲发光 难道 悟性高低 跟荣望美丑是成反比的 他长得那么错 却领悟那么深刻 我这么可爱 紫衣少女脸一红 没再想下去了 他已经休息了三天 魂力回复好了 可以再战江湖 林明点燃第一魂海 掀起了一点小小的风波 不过很快 众人便不再关注了 林明领悟 如此深刻的情况 虽然少见 但少见可不是绝技 这么多年来 总有不少人的成就 跟林明差不多 但他们一样失败了 而且差得很远 这舵神山脉的勘台 绝不简单 很多人理所当然的认为 林明之前应该 已经来到过舵神山脉 否则三天就点亮第一魂海 而且达到这种成就 让人难以置信 但是很快 他们就傻眼了 又过了四十多天 在林明来舵神山脉 一个半月后 林明坐下的勘台 又一道魂海印记被点亮 绽放出赤目的闪光 这是第二魂海 林明感觉自己的精神之海 仿佛被分层了 他那魂力也愈发深厚 在悟道中得到了不小的好处 当然会有这种好处 也是因为林明悟道的成果更完美 远非一般人所能比拟 萌萌的灵气中 林明所在的勘台 闪耀出灼灼的灰光 整个人笼罩在点点光运当中 宝像庄严 如同古佛入定 那黄黄的气势 跟他形象对比鲜明 悬崖上很多人直接无语了 这个其貌不扬的大胡子竟然这么厉害呀 这个家伙在这扮猪 他绝对不是第一次误到 而且之前就领悟很多了 有人笃定的说道 但是即便来过很多次 也悟过很多次 可能悟到这种程度也非同一般了 让人钦佩 因为很多人哪怕在这参悟十几年 他们也许点亮了第四到第五到浑海 但他们每一道浑海印记的亮光 都完全比不过鲜明 他们点亮的浑海印记 跟鲜明的比起来 就像是萤火跟浩月